阿诚 珍珍 妈 你怎么来了 妈 你怎么在这呢 早上去坐 我早上喂猪了 身上脏 我就不上去了 你不是喜欢吃土鸡蛋吗 我专门从老家给你带到土鸡蛋 妈 这些鸡蛋就不用了 城里什么都能买得到 你这次过来有什么事吗 你爸不是生病住院了吗 你看 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呀 爸又生病住院了 大哥二哥他们知道吧 大哥 他刚装修了房子 手头紧 没有钱 您二哥 他也做不了主 我实在没办法 医院那边又在吹医药费 你看 你能不能先借给妈点 妈 你看真真都生气了 我身上就这些钱了 你先拿着 按道理说 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事 应该多掏一点 可大哥二哥他们都不管 总不能让我们一家 往里面掏钱吧 你让我这也很为难呀 我懂 你们也不容易 我自己想办法 那我先走了 这鸡蛋你拿回去吃 啊 妈 这些鸡蛋 这些鸡蛋 你还是自己拿回去吃吧 你路上慢点啊 你把他吃掉 草木会发芽 孩子会长大 岁月的列车 不为谁停下 命运的站台 悲欢离合 都是刹那 人像雪花一样 飞很高 月融化 你这干嘛去啊 妈呢 回去了 生前的哭啊 要离塞雨要下 回去了 你就这样让妈回去了 是 我给了她几十块钱 让她买车票 妈大老远跑过来一趟 你饭都没让她吃 你就让她回去了 你这样多寒了她的心呀 你给我等着 我回来再给你算招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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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走那么快干嘛 走上楼去 珍珍 我就不上去了 我还在赶车回去呢 妈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 走走 上楼去 妈 您快坐 妈 你不是走了吗 阿宠 爸生病住院了 你就给了妈五十块钱 就把妈打发走 是吧 有你这样做儿子的吗 不是啊 珍珍 我的意思 咱爸生病住院了 凭什么大哥二哥他们不管 非到我们家来借钱呀 你小的时候 跟妈要钱 不是理直气壮的吗 为什么当妈 跟我们要钱的时候 就变成了借了呢 你大哥二哥 他们家要怎么样 我不管 我们要做到的是 自己的责任 父母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他们老 摆善孝为限 你知道吗 老婆我 我希望我爱的人 不仅仅只是爱我 还要有一颗孝顺的心 千两黄金万两银 有钱难买父母恩 父母把我们养大也不容易 我们要善待自己的父母 别让陪伴成为遗憾 妈 对不起我错了 妈 儿子 妈不怪你 妈 这钱您拿回去 回去先把爸的医药费给交了 不够的话您再跟我说 姐姐 这又无聊这么多 这钱您又拿着 想买什么就去买 您今天别回去了 明天我跟阿诚一起开车 把您送回去 我们一起回去看吧 好 好